- 爲得起 龟仙人来对上古猎 这个对局 龟仙人反正是没有穿裹的 但是我看了好多对局以后 我就越来越发现 打古猎有没有穿搏其实不重要 因为你本来也穿不了 你说小孩反应再快 他穿的了没员吗 他还穿不了 所以那个穿搏技 并不是打古猎的一个关键 以前我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我觉得打古猎你没有穿过就完了 后来发现 油也没有用 完全是吃玩家经验的 好了回到这个队值了 内蒙目前正在坐牢 丢两个波 对手也攻不过来 有点难受 选择头不中 这老古猎发现 眼前的这个男人自己发波 还发不过 还得主动跳过去 有点离土啊 这逼得古猎反过来打进攻 没人说这个角色波不行 是真的吗 这里是被打了一个缺反 内蒙脱了个中段没脱到 VT开出来结束了 这VT一开 爹妈白痒 我最近对上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一旦到了有VT的后半段 我的对战压力会非常的大 他一发中拳戳出来 VT开 你这时候怎么办 你叫VR吗 反正我自己打下来的话 就是除了拖时间以外 没有很好的办法 而且一旦被破防 人就死了 因为现在奥罗基本上都会攒能量 你看他上来 只要到了后半段 有VT的情况下 那三个资源基本也就是满的 哇 这里是骗到一首波 这里连招是没有打完 这里生龙完了以后落地再生 这苦猎已经脑衣血了呀 这生龙打完想跳过去 结果又吃生龙 这一波捞鼓烈的反攻 清脚波 下中拳戳中 中拳也中 可以 这一串乱动全打中 这一下被跑出来了 中拳点到康以后 内摩没确认 只跳一个中拳方柱 哦呦 奥罗这个角色好像出版边 方法也挺多的 你看这鼓烈根本关不住他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是因为这个鼓烈好像 不怎么熟悉奥罗的一个角色 对吧 我其实也不熟悉 我看到奥罗就这样EX脚飞出来 我也没办法 就让他出去了 有点像将军的 你想要生龙去对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来得及 而且本身还有一个生龙在 所以版边抗压能力还算是不错的 那现在到了调局 上来就关了一个厕所 这厕所还没关热 直接让对手出来了 我现在就感觉 这鼓烈好像对波 有点对不过这个老头 有点难受 发一首波 往后一拉开 这里VS假动作到脸上 哎呀 这黄两下以后 鼓烈这边把VT交 然后这里VR又被放回去 应该是要死了吧 这里可以出来 只跳一个重脚 这东西因为你很难判断 你看他跳起来 到底会往前做二段跳 往后做二段跳 还是原地再跳一下 对不对 你不知道 等你还在想的时候 一脚已经过来了 作为鼓烈来讲 我觉得空头可以试一下 不过鼓烈他又没有办法 去抓那个往后跳的一个二段跳 这东西只能硬拆了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大麻烦 但这个也是一个角色的特色 你不能说这东西赖 你要没了这玩意儿 你会发现奥罗也干不了什么东西了 他没有什么突进的 这个角色就纯地面 那你怎么打 对吧 好 那一波又到半天了 鼓烈者又晃了一下 中脚又中 一脚过去 这火箭腿卡位置非常的好用 再来一发 这里 啊 刮不到 对吧 对空永远对不上 内部在天上很实 空中各种做变相 这里VT已经爆了 这一下还可以再走一个逆向 一脚刮完 最后一下VT用完 什么也没打到 在VT用完的那一下 还特地送了一个中段过去 这个中段被防的话 就直接死了 感觉上应该是没有看好自己的V槽 这V槽要再多一段的话 他可以继续压 他没有多那么一段 那就对不起了 是个缺乏人没了 好 现在一灯对一灯 上来老狐猎先烧一个资源 然后被凹了 这样一看 好像内部赚了 但实际上内部承担的风险也大 对吧 你说这个生龙凹空了 要没中怎么办 生龙不中 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我觉得阴太在这一点上面 肯定非常的有经验 哎 来了 哎 内部想要搞青生龙 上次那个将军 对吧 是没有办法缺乏 他这个古猎盯得很紧 不会给你种小生龙白飘我的指挥 反手一个头 丢进版面 中角来 这里点完一下 值得给头 不敢抢招 这时候怎么办 交VR是最好的 好主意 这边把VR交出去以后 血量差不多 对空 这一下 中全打中 哎 这里也要是直接发一个波 加一个C死了呀 这样就错过一个机会 内部这里还可以再搞一下 直接选择跳入 中全我点完以后 前前过去投机把VT 就要开始考试 交了VR 没有用 再跳 再绕一个逆向 这里还要绕吗 对手后跳 躲开了 中全点中 好 这一波 应该是CA打出来了 我看到动作 过不起来 这里已经想好了 我要用CA都要磨死你 不管中了没中 这个CA是一定要丢的 好 那这样就到第三局 上来VS快速的晋升 这VS打点还挺看距离的 要是太远命中的话 落地是要被缺乏的 这里直接凹一个青生龙 可以呀 这个青生龙现在已经用上瘾了 内蒙上次用了以后 觉得屡试不爽 反正只要出了 就可以打对手的一个插盒 对吧 摸大奖 对手要是出拳了就中了 对手没出拳呢 我也不一定会被缺乏 这玩意收招足够的快 我这里拼到一个碎康 有点痛 跳一下逆向 这一下逆向来 按 这就是一通乱按 利用角色性能 这个中角按开 对吧 难不难受 你被这个东西连点三下 你肯定想动 换谁都想动 我也想动 这EX彩头 还是控制过变向的 先拉后再拉前 这样的话会一个先垂直跳 然后再往前落 这需要上好距离的 对距离感是有要求的 我跳一个中角 人没了 本来是想着要跳过去 这鼓烈已经有点没方向了 毕竟这不是一个搓生龙的角色 搓生龙我还能看一下 你是落正面落背面 这玩意 他要是脚道出去了 基本就死了 然后下中拳对空的话 打中的有二段跳的 但根本没法玩 对吧 对不了的 这波生龙再打 往前压 中拳打到尻 清攻击 后手连招掉了 再一个生龙 这有点离谱 这个生龙真的有点快 哎 这一波吃却反了 这是烂民选手的穷途没路子了吧 烂命打到最后 就是一个碎抗碰的一下 人就要没了 所以鼓烈差不多 资源全满 应该是要找机会报自己的VT了 但我觉得还是留一下吧 因为血量相对来讲是偏少的 对手一会儿到了斩杀线 你怎么办 对吧 你现在报VT报的是很开心啊 那要对手这边VT报了怎么办 来了呀 下中角VT报 来开始考试 他在这里还防了一下鼓烈的一个角刀 他绝对是有可能会出的 发播频道 直接选择魔死 就我就说这个VT是不能交的 你血量在落后的情况下 对手还有这么多血 满资源 对吧 你至少要等到NEMO交一个资源 你再报这个VT 你不报 还有一线升级 你报了就必死无疑 好了呢 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